各位姐妹,今日的四兄金句是 你去向我的百姓讲预言白 阿慕斯先知书七章十五节 今天的《独经一》就是和我们讲 阿慕斯先知,因为他在北国 以色列将天主的说话 讲给人民听,又谴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 得罪了北国的一个司祭,司祭长叫阿玛扎雅 就叫他,你回去南边 你南边来,因为又是大国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说这些东西 不准你说 于是阿慕斯就有个自辩,有个辩白 其实我都不是先知,我都不想的 我做什么?我兼职的,即是放羊 兼职去修剪野毛花果树 其实都是属于基层的人 用今天的说话来说 但是天主叫我,没办法 他叫我什么?向我的百姓以色列讲预言 向我的百姓讲预言 于是我就来 他说什么预言呢? 其实不是这样说,将来发生什么 不是这样 他其实就是说天主的教导 天主对人民的提醒他们 因为这些人民,我的百姓 其实是和天主替结盟约的 于是天主的盟约说到 如果你们听我的说话 如果你们来到对穷人 好好地对待,公道,正义,尊重 我会降福你们 但是如果不是,就像我们前两学所读的 你们把穷人的头踩在尘土里面 我的惩罚会来,我的报复会来 我为他们伸冤 这个就是那个预言 所以天主不是说预言通过先知 将来一定说几年,几月,几日 就有什么什么发生 不是,就是那个原则 如果我们不尊重天主 告诉我们的爱的原则 我们不还外于他 不在我们的兄弟姐妹身上 去展现这份对他的爱 公道的、尊重的、关怀的、体谅的 对待我们旁边的兄弟姐妹 天主的报复 天主的惩罚一定会出现 这个就是预言 而先知呢 先知就是天主的代言人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领洗的时候 我们也有三重的职务 你是君王、先知 和施制 施制就是我们奉献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如同祭品奉献给天主 君王呢 就是我们要去关怀弱小 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 然后呢 我们先知 为什么呢 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行动 彰显出天主对人的慈爱 讲出天主的爱情的说话 我们就是先知的职务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好像阿姆斯 听到天主对他说的说话 是什么呢 你去向我的百姓 讲预言吧 阿姆斯先知书 七章十五节